看一看今天的三位嘉賓對接下來的市場如何演盤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今日股市 我是李婷在上海文货购位 今天的市场是探底回升 但是你说市场在这个位置上有没有止跌 我觉得可能是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答案的 因为在今天的这个市场当中 你看上涨的方向都是前期超跌的 当中字头开始补跌的时候 那像新能源还有光模块 就是AI这个方向倒是出现了超跌反弹 你说这个新能源或者光模块 AI这个方向是不是有新的变量 有新的逻辑 有新的催化剂吗 好像又不是很硬 不是很强的一些因素 所以对于这个相对来说 前期调整的时间比较久的一些方向 它的反弹力度能不能去期待 以及中字头的调整 是还要进一步的调整 还是说是个低息的机会 稍后咱们来听听几位嘉宾的分析 先来看一下市场层面今天的表现情况 上证指数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今天上证指数层面已经是在2770点了 0.64%的跌幅是一个低位的十字星 0.64%的跌幅虽然不大 但是整体来讲其实也不是一个比较明确的止跌信号 那成交量方面3375亿 昨天是3556亿 上证指数是连续的四根阴线 那今天比较强的其实应该算是一个小票指数了 创业版指数1%的涨幅上摸五天线 那科创50指数0.75%的涨幅也是接近五天线 国证2000中证1000这些小票的指数呢 今天还是在创新低1.02%的跌幅 北证50指数3.16%的跌幅 那上证50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表现情况 0.27%的跌幅也是一根十字形 所以在这个位置上双状指数是率先的终结了联姻 能不能展开一个持续性的反弹 我们来看看三位嘉宾如何研判 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请到演播室的三位嘉宾 分别是徐希瑶 杨敏 还有张耀文 欢迎三位 接着呢咱们来看一下今天市场整体收盘数据的统计情况 今天的各大指数是一个分化的收盘表现 户指的跌幅在0.64% 北证50的跌幅更大一些 市场的回忆度我们再来看一下 首先了解到的是成交额 三市的成交额只有7112亿 早盘略有放量 那市场的涨跌停加数 31只个股涨停 跌停加数依然是有接近百家 赚钱效应方面 昨天是个位数 而且本周的前三个交易日都是个位数 今天的赚钱效应是有所回升的 21%可是依然有超过4000只个股市下跌的 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和大家互动的话题 以及呢这个整个市场的这个资金面的情况 稍后呢也会来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梳理 不管是北向资金又或者是两融余额 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 双状指数呢今天是终结了联姻 能不能率先的展开反弹 A 能 B 不能 欢迎大家到今日股市的微信公众平台 去参与互动 参与投票 稍后呢咱们也在节目的最后 看看观众朋友们的投票结果 那我们先来听听三位嘉宾如何研判吧 学习要先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今天是双创走桥 但是双创的这个走势是否意味着 反弹有持续性 你怎么判断 从目前的这个走势来讲的话 我觉得这一轮的这个杀跌的话 应该是在足迹的好转的 这个从情绪的角度来讲的话 我们跌停满的加速能看得出来 150加到今天的60几家 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就是市场连续大跌的一些股票的话 是在明显的减少 那么这个情绪是在修复 但是呢从整个市场的角度来讲 这里是不是一定能够止跌 或者说接下来反弹的这个幅度怎么样 我觉得还要观察 但是我觉得短期来讲 最起码在这个过年之前的话 指数在这个位置可能会有一个 这个修整的一个结构 可能是一个落反弹 也可能是一个强反弹 这个接下来就要看一下 整个盘面的一些这个现象 但是呢 我觉得止跌其稳的话 在这几天的话 应该是有一个大概率事件 首先第一个的话 从消息面来看的话 31号的这个业绩的 年报业绩的预披露 强制预披露的话 基本上已经落地了 而且落地之后 我们也看到这个昨天晚上 披露的一些这个数据出来来看的话 也没有很多一些大的公司出现这种 业绩不及预期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现象 所以呢 这一块的话是没有这个拖累指数的 科技这边的话 也因为这样的一个现象 出现了止跌其稳的一个这个走势 第二个的话 就是美联储的这个利率捷运也落地了 所以从消息面来讲的话 我觉得两个最重要的一些 这个市场关注的点 基本上已经落地 市场的话 接下来可能从消息层面 应该是要重新回归到 这个平稳阶段 第二个的话 从技术的角度来讲的话 上证指数 其实是属于补跌的一个状态 那么创业版 科创50都是属于加速下跌的状态 那么上证指数呢 目前这个结构的话 是有类似于这个小双底的 这样的一个这个状态 而且我看了一下 中字头的这个调整 已经是在高位 从冲高的到现在 已经是六天的一个震荡 一般来讲的话 这个大概七加减一天 也就八天左右的话 其实是有一个短期的一个支撑的时间窗口 那么空间来看的话 这里也接近20均线的位置 所以如果说这里有一些这个短线资金进来去做这个差价的话 其实这里有机会能够撑得住 当然这个也要我们要看明天的一个走势 假如说这里能够撑得住的话 这将对整个上证指数形成一个正面的这样的一个指引 另外的话 中证一千指数其实是当下整个小票杀跌比较弱的 比如说中证一千国证两千 那么从他们的这个走势来看 今天也是一个十字星 早上快速的下杀的时候 其实我看了一下是有一些资金做了这样的一个这个流露 做了一些低吸的动作 虽然不强 但是最起码应该是回归到了多空的一个落平衡的一个状态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我觉得指数这个位置最好的状态 就是在年前能够落势修复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当然现在的情绪包括整个市场的这个年前效应 想要出现大量的多头去反攻指数 我觉得目前还是没办法去做一个这个合力的 毕竟虽然北向资金已经连续三天在流露 但是两龙包括一些杠杆资金的话 也确实看到了大幅的在流出 可能这个现象的话 也不太可能短期就能够这个结束 最好的状态就是两边能够对冲掉 市场能够回归到平稳 我觉得就已经是比较好了 那今天建来抄底的资金 你认为明天会不会就出去了 其实更多的应该还是一些这个差价资金 因为我看了一下 包括科技这边能够拉动的板块 都是在前段时间 其实市场关注度比较高的 比如说部分的光伏 CPU 然后呢我们再看到一些其他的品种的 这个接力程度来看 也不是很明显 所以从目前的这个盘面现象来看的话 其实还是一些这个短线资金 他并不是说认为这个位置的话 是一个比较便宜的位置去做一个抄底 如果是抄底的话 按道理应该是找跌的最多的方面去抄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都不是跌的最多的 是前段时间科技里面补跌的一些方向 那么如果是前段时间科技里面补跌的方向的话 那应该是强势的一些这个反弹结构 所以这一块的话大家要注意 就不是我个人认为应该是短线资金 另外中字头这边的话 其实下午应该起来的 如果说整个市场是一个强势资金的一个这个反扑的话 下午中字头大概率是要起来 但是从今天的盘面来看也没有起来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 应该还是一个差价的资金 就是来回轮动的 中字头这边没有机会 可能做一下这个科技这边的一些这个方向 可能如果明天中字头有机会了 可能又会有资金往这边去做流露 所以还是一种腾罗的一个存量资金为主 好 杨敏也给我们来分析一下 把双创能够率先的展开反弹吗 我觉得它只是说就是跌幅放缓 但是可能还是会在前地附近有所反复 就今天双创的一个反弹 首先来讲的话是一个 我认为是一个偏薄弈的资金的一个 强反弹的一个时间点 因为双创它主要构成是科技和 新能源嘛 特别是这个创业版是科技和新能源 那么在今天这个时间点的话 是正好有三个就是叠加 第一个叠加的话 就是前面学习也讲到的 就是昨天一月底 就是预披露业绩公告已经全部过去了 那么个股如果前期有爆雷的话 那么到昨天为止也结束了 所以这里是一个时间点 第二个时间点的话 就是在前面三天 小盘方向的个股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大跌 那么我记得是像这个国振2000 这些方向基本上三天跌幅是超过8%左右 然后这是第二块 第三块的话就是从北上资金来看 昨天也是第一次深股通的净流入超过互股通 那么就是也是偏就是双创方向的这个资金 就是显示有一些资金流入 所以今天我觉得是一个 就打这前面 我说的这三点的一个时间差 做一个超跌的一个博弈 然后选的方向呢 也是有消息面刺激的 就是比如说像CPU方向 包括像存储方向 那么这两个方向的话 第一个就是科技前期的高人气 第二个有消息面刺激 另外光伏的话也是 就是属于筹码 相对来说之前出清的比较彻底的公募 在这个四季度的时候 基本上对于新能源方向的一个持仓 已经低于10%了 所以这个方向的话 也是筹码相对来说比较轻 所以我觉得就是今天双创的一个反弹 更多的是基于短期小盘股 或者说是成长方向的一个超跌 加上这个北上的一个首次互股通大幅流入 包括这个微盘股的一个连续大跌之后 情绪冰点之后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筹码的博弈 但持续性的话 我觉得可能还是有待观察 好 我们再来听听张耀文 怎么去判断双创的持续性 好的 其实双创指数这边 应该来讲最近整个市场 应该来讲是比较弱势的 就是说很多的现象 盘口的现象 我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第一个就是说 整个的市场 就是说对很多的利好麻木 在这个阶段 不管公司或者说行业出现什么利好 但是第二天的盘面上 基本上是个股表现得比较麻木 这是一个特征 第二个就是说 对很多的利空它会放大 你看有些公司 它的公司公告 它的这些利空 其实一个很常规的利空 但是你看它股价 直接集合金价就跌停了 那么大家会发现 就是整个市场的 这个弱势特征是非常明显 而且整个市场目前为止 别说增量资金 就场内里面的这些资金 就作为操作者来讲 都是会想走 就是稍微涨一点就想走 明天如果不急去也想走 就是里面的资金想出来 而外面的资金 没有增量资金进入 这是一点 第二点就是 整个市场 它的一个结构是量缩价跌 但是第二天的时候 就昨天的时候 量增也是价跌 那么这种变化 体现出一个什么 就是大家知道 如果说一个公司 或者说一个行情 走到一个阶段性底部的话 一般性是没有成交量的 从个股的角度上来讲 就是个股的成交量 会形成芝麻跌 那么为什么第二天 它会形成量增 价也跌 这就说明有部分的 不是纯粹是散户在隔了 就是有部分的平仓 有些资金被强制平仓了 所以说整个市场的成交量 是带量下跌的 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 整个市场的情绪 以往的时候 每天如果说有一天 出现4000家左右的下跌的话 大家会觉得今天的情绪 会宣泄的比较充分 第二天一般性是第二天 或者说第三天 市场一定会反弹 但是从2024年的 这个2023年的 2024年的1月1号 到2024年的31号 这段时间来看 好像很多的时候 都是出现了4000家的下跌 我今天在出门的时候 我统计了一个数据 就是2024年1月1号 到2024年的1月31号 就是上一个月 这一个月跌幅超过 20%的公司 差不多将近2000多家 所以说像这种情况 它是极端的一个情绪的宣泄 那么我也说了 极端的情绪 带来极端的价格 那么短时间 短线是肯定不能做了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去看一下 整个市场的估值的体系 的中低输位的这个位置 看看能不能做一些 长期的布局 那么从整个市场上来讲的话 很多的个股 我觉得对于散户上来讲 就是大家尽量的少操作 那么这个阶段已经是 应该是一个情绪宣泄的 一个基点 耐心等待春节以后 我觉得春节以后 大家可以再去看一下 主持人 好 我们再来说说市场的这个位置 我们说在上证指数 因为创业板 其实双创已经连续的 就是不断的新低 今天也不过 就是新低之后的反弹 成交量也没有放大 五天线也没拿下 至于它的这个反弹持续性 就看今天进来的资金 明天走不走了 你说明天这个位置上 是不是还有更多的资金进来 你只能去观察 那主板这个位置上 我们要看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忽贞300 忽贞300呢 今天是微幅上涨 0.07% 其实非常接近前面的低点 那上证50呢 距离前面的低点 还是有一点距离的 为什么你至少有 中国石油 中国银行 工商银行 这几个票是顶在上面的 对吧 所以上证50呢 离前低还是有点距离的 但是现在问题也在这儿 我们来看一下工商银行 你说这个位置上 大家会再继续做多吗 就是工商银行 没跌过 就已经是把这个应该是23年5月份的这个高点打掉了 不光是工商银行 其实很多票都中国石油 对吧 也已经把23年的这个5月份的这个高点是打掉的 然后今天中石油是跌了2.51% 然后我们看一下中国银行 中国银行的一个表现吧 也是在高位 1.16%的跌幅 所以这个位置上 万一啊 我们说万一这个中字头啊 包括银行啊 包括两桶油啊 三大运营商啊 你这些东西是不是也有补跌的 这一说 包括像中国神华 我们看一下中国神华的表现 今天是跌了2.21% 昨天是拉了一根大阳线 3.8% 就这个位置上有没有补跌的可能 你要一补跌 上证50后升300上证指数 怎么走 学习要怎么判断 我也是比较关注这个现象 其实也是担心这个这个补跌啊 因为很明显 我们说高股息这一块的话 作为这一轮这个指数调整 或者说小票大跌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逆势上涨的品种 那么一旦上个礼拜我们看到这个指数往上的时候 他们是还在创新高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就不一样了啊 就是各大指数开始出现了指跌的一个现象的时候呢 这边的话其实他没有再创新高 反而是收了一个阴线 那基本上从这个盘面现象来看 我觉得工商银行或者中国神华这种品种 接下来补跌的概率其实是很大的啊 那么这个是对于指数可能为什么说他谈不上去的一个这个观点的一个延续 就是我觉得接下来的话 如果说真要去有一个反弹结构是什么状态 那就是可能在一月份因为一月份刚刚张展博也说了 就是个股的下跌的中位数是百分之十七点几 就是实在是跌的太多了 那么在二月份的话出现这个边际的一个修复 但是呢对于这个一月份没有调整的 甚至还在逆势往上的 那我觉得他应该也是边际的修复 那他应该是向下修复 所以我都觉得我个人感觉就是只要工商银行 中国神华这种不要出现这种大阴线的暴跌 我觉得对指数的影响不会那么大 但是他会有对指数的这个状态 就是指数他反弹的空间是受限的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说指数空间的一个问题 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再去看整个市场的这个结构来看的话 其实大票今天我看了一下 有一些科技这边的一些千亿市值的龙头 今天其实也是有资金想要拉这个阳包音 或者是一些这个中阳线 其实也能够说明一点 假如说这边来做一个这个上涨的话 有一些大票来做对冲的话 其实对于这个权重 或者说对于前期上涨的一些品种的这个调整 应该来讲的话还能还是能够挺得住的 所以月线级别呢 我们看上证指数 其实已经是跌了六个月了 如果说二月份还继续跌 那将是七个月的一个月线的阴线的调整 我觉得相对来讲的话 从月线级别来看的话 再往下去大跌 如果他们调整影响指数去新低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其实是比较小的 能够对冲就可以 好的 你说到七月线是吧 上证已经六点赢了 这算什么 科创50都已经十点赢了 是不是 昨天我们还说到整个这个二月份的这个 一月份收官 然后上证50这是周险 这是月险 十连因的 科创50十连因的总是 那杨敏也补充一下对上证这边 接下来怎么判断 我来之前 我还特意看了一下 就是因为这一波上证的这种调整 它是属于就是比较慢的这种慢熊式的调整 那就是历史上跟它比较类似的 一个是2012年 一个是2018年 那这两次的话 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特征 就是见底的这个底部特征 它是一个量能结构 是一个先放量 再缩量 再放量的一个过程 那么就第一次放量的过程 是一个放量下跌 然后当中缩量的话 它可能是一个横向震荡 然后再放量是上涨的放量 那么现在的话 其实是在就第一个阶段 可能进入尾声 放量下跌的这样的一个 快速这样一个下跌的过程 基本上已经 就是至少今天来看是跌速放缓 那么至少后面还会有一个 横向的一个缩量的一个过程 然后才会有一个放量过程 所以我觉得 首先就是从时间角度的话 我们可能还是需要 熬一短 即使指数在这里能够横住 有一些个股可能还是会出现一些分化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前面想补充的这一点吧 你觉得就是因为我也看了一下 比如说过去几次 但上证指数你觉得已经算是有过放量了 的这种恐慌吗 我觉得国证2000中证以前 因为它有很多被动的 所以其实是有的 你说上证指数这算是已经有过恐慌吗 就我们说它指数的一个构成 可能就是偏大的和小的 或成长和价值的 那么现在其实放量的那部分 主要是在双创和小票的方向 然后呢 这个50和300方向 就是它更多的 其实之前 类国家队也是有过就是增持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那我是觉得在这个位置的话 可能来说就是前段刚增持 在座差价的这个概率还是比较小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就是小盘方向和双创方向 如果说能够就是跌市能够趋稳的话 那么对于整个上证能够横住 是比较能助力的 好 张耀文要补充一下对上证指数吧 怎么判断觉得能不能止跌其稳 这个止跌其稳我不敢这样判断 因为整个市场的这个空头的情绪范围 稍微有点强 就是大盘的话 大盘股的话它的估值低位 包括接下来这个业绩 最近的大家会发现一个现象 就是大盘股很多的公司出现公告 业绩基本都还可以 在这个位置有止跌的迹象 小盘股的这个业绩出清 然后带来集中的这个下跌 那么我在想就是当前在这个位置 就是3000年以下 其实估值已经很低了 很多的个股其实它的跌幅 已经超过2400点了 那么当前的位置就是3000点以下 是不是能够停发新股 我觉得 第二个就是说撤销转融通 暂停做空的机制 因为我们整个市场 大家会发现这段时间 有预期的就是超预期的公司 最近开盘它高开跌停 有业绩的平开跌停 没有业绩的直接跌停 就是这个市场现在很极端 那么为什么我刚才跟大家交流 就是散户普通投资者在这个阶段 要以进制动 就是这段时间有神仙打架的这个感觉 普通的投资者在这个阶段 很多的个股我看了一下 基本上打个比方从20块 跌到现在就4块钱 5块钱 那么我想最过去比较极端的这个熊市 5178跌到2000年左右的这个熊市 个股的跌幅在72.4%左右 那么我想现在就是2024年 刚刚过去一个月 大A的跌幅已经把去年 2023年全年的跌幅跌掉了 所以说这种情况 它是个比较极端的情况 我不认为这种情况会继续 但是这种过程会非常的难熬 所以说当前整个市场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去判断 上阵指数的这个底部 是不是见底了 包括刚才主持人说的 也是就是当前好像还没有一次 集中释放的这样的一个大的成交量 我觉得真正底部到来的时候 应该是大家都比较麻木 就是没有那种感觉的 就算出现反弹或者出现大涨 大家也觉得离开我的成本线很远 当然现在大家 也最近在讨论的这个雪球 其实已经我看一下数据 基本上是一半 包括两融的余额也降了200亿 这是一个好的现象 但是这个代价实在太大 就是整个市场的这个杀跌的动能 我觉得到现在为止没有完全释放 那么这个悲观预期过了以后 我说了就是我现在等的一个时间节点 就是过完年以后 过完年以后 我想看一看整个市场的这个变化 我再做决定 那么第一个点就是 我刚才所说的五天均线 五天均线首先得占上2836点 现在是2770点 就是我们现在的点位 离开五天均线要将近56个点 大家知道56个点的话 基本上是一根中央线 所以说要么就等到 一根中央线的出现 要么就等待万亿成交额的一个回归 那么我觉得这是我观察的一个方向 如果既没有底部的结构 也没有底部的信号 也没有万亿的成交 别说万亿了 八千亿七千亿行不行 如果这些都没有的话 那么等待吧 还有一个就是 我最近看盘的一个心得 就是其实一般性早上 就是早上最近10点钟左右 基本上我对今天一天的基本都有盘断 就10点钟左右 你去对比昨天的红盘加速和涨停加速 就这10点钟左右 你对比一下 每天你对比一下 我觉得这是一个我看盘的一个经验 跟大家分享一下 主持人 好 稍后回来咱们来说一说 就是其他的一些热点方面 今天还是有一些品种 其实反弹力度还是很强的 不管是光伏 还是算力 就是光模块的一个方向 但是往往大家会说这样一句话 就熊市多长阳 就真正的一个趋势的反转 绝对不会说是 你本周一是暴跌的 你跌十几个点 然后到了周四 你是大涨14个点的 但是是不是短期市场有一些新的变化 那就另当别论了 一会儿回来听听三位 给我们来做一个详细的解析 也欢迎大家通过互动平台 来和我们实施互动 接着进入到今天的 有看头家加油时刻 我们请出郑林 来听一下她对市场的看法 郑林 你好 好的 谢谢主持人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家加油时刻 二月份的行情正式拉开序幕 而双创指数也率先迎来底部的修复机会 同时多家券商机构也纷纷给出了 二月份的投资策略 当中同时明确提出要关注 超跌的科技成长方向 如何从中挖掘机会呢 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张题板 在今天盘面当中 CPU算力等方向迎来底部修复的行情 并获得了资金的全面回流 而我们认为超跌的科技成长方向 有望迎来超跌后的底部修复机会 这和多家券商二月份的投资策略观点是不谋而合的 而他们也给到了三大主线方向 分别是国内科技产业仍然能够延续高景气的一些科技成长方向 具备价值的公司值得关注 而第二点就是年报业绩预告当中既优的超跌品种 第三点则是近期持续火热的高股息红利方向能作为长期的一个落脚试点 而这当中首选的还是超跌的科技成长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龙头品种在经历了这轮调整的过程之后 已经严重超跌 那么在业绩预告披露之后 明确有业绩支撑的个股在今天迎来了强修复 并且获得了机构资金的大幅抢筹 而机构也正式看到了这一点 所以在二月初进行了新一轮的调仓换股 而目前的时间节点也再次来到了检验月度收益的关键试点上 我们结合最新的资金和市场变化 给您带来了二月开篇之际最新的月度福利 二月券商金股精选的潜力公司名单 领取方式也非常简单 您直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 就可以把这份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 那么在这个投资策略当中 我们如何优选个股呢 不妨再来看一下下一张题版 我们看到整个券商二月份给到的一些金股名单当中 给到的加数非常多 我们重点从这个已经公布的583家当中 重点去关注到有科技成长方向的个股呢 是达到了238家 最后通过低位的转折加资金建仓梳理出了一份名单 也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把握二月份 券商金股的一些潜力公司名单 如果您也感兴趣的话 也想在券商月出机构挑仓换股的第一时间 找到科技成长方向当中 有明确修复空间的核心方向的话 现在就可以立刻拿起手机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来进行免费的领取 同时在今天的盘面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 二月份券商给到的金股其实已经受到了资金的全面抢筹 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张题板 比如说真值科技名谱光辞以及华锡股份 都是在一月底二月初入选到多家券商的组合当中 在资金回流超跌科技成长方向的同时 直接被资金推升到了底部向上修复的一个关键时期 虽然不排除底部还会有震荡 但这也不失为一种低吸埋伏的最佳时机 毕竟科技成长方向才刚刚出现底部异动信号 那么这当中受到机构关注的品种 其实是更容易走出一个反弹波段的 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第一时间就为大家带来了 二月份券商金股当中的一些超跌的核心的潜力公司 您如果感兴趣的话 领取方式非常简单 只要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 就可以进行免费的领取 同时我们按照同样的思路 也为大家带来了三家精选案例 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张题版 第一家公司是全球领先的高速光模块龙头企业 主力资金两天竟买入超过4亿元 股价直接向上突破半年线 在完成阶段注底后 有望率先迎来股价的底部修复空间 而第二家公司则是全球智能芯片的先行者 主力资金今天大买超过1亿元 股价在底部强势反包后 有望迎来月度级别的底部超跌反弹修复行情 而第三家公司则是脑科学的领先企业 最近两周受到25家机构的密集调研 有望在突破20天均线后向上形成反弹 所以今天我们就为大家带来了 二月份券商金股重点布局的一些潜力公司名单 如果您也想顺利把握到低位 具备明确止跌起稳向上反弹的一些核心方向的话 不妨现在立刻拿起手机 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 来进行免费的领取 好的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有看头家加油时刻的全部内容 热点追踪 各股诊断 策略生成 金融百科 事件推理 情绪陪伴八大核心能力 24小时在线 急问急答 为你提供高效 专业 智能的投顾体验 上九方整股APP 投资不绝 问九哥 扎根城市的梦 会实现 全新生活的梦 会实现 老友所养的梦 会实现 新荣会民 全新为您 老凤翔藏宝金提醒您精彩继续 岁月不败风华 经典历久弥新 老凤翔 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 欢迎回来 接着咱们来聊聊操作 今天的市场像光模块和光伏的反弹力度都很强 我们先来看一下光模块的板块的表现 共封装 板块表现其实非常一般 只有2.06%的涨幅 而且你看成交量 今天208亿 昨天182亿 略微放量 然后五天线都没摸到 因为什么 其实真正的光模块有业绩的 现在出预告的就那几家 然后天福通信 14.5%的涨幅 盘中最高是接近20的 然后中继续创 这两个是已经出了业绩的 8%的涨幅 新益胜也有7%的涨幅 还有最新涨停的像剑桥科技 以及像明朴光磁 这个是在光模块里面今天有表现的 但是如果你看整个的走势 就是昨天还新低 然后今天涨停 那除了光模块之外呢 就是光伏 我们看一下像爱蓄 爱蓄呢 是之前一波其实就有过表现的 但是全都跌回去了 然后昨天新低 今天涨停 整体的表现呢 就是基本上 今天已经算强的了 这个走势 然后像得业股份是前期比较强的 6.13%的涨幅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中字头 中字头今天的板块调整是2.6% 但是呢也没有说大面积跌停 只是上海本地股表现的更弱势一些 而且像现在中视传媒 依然是顶在上面 今天是涨停板 开板换手 今天是第三个涨停 那我们先来说一下光模块算力这个方向 听一下徐希姚 要跟我们来做一个分享 这种超跌反弹 还是说是一个趋势的反转 怎么去判断它 我觉得首先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去判断一个方向去做趋势的反转 我觉得这个难度很大 因为现在这种行情我比较担心的一点就是最近其实已经出现了一个现象 什么现象呢 就是昨天涨的板块第二天基本上都调整 就是落实行情当中的话 其实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现象 就是涨的第二天调整 也就是说之前的上涨是为了更后面更好的下跌 如果是按照这个逻辑来看的话 我们现在去看这个CPU去看它趋势行情我觉得是有难度的 但是CPU这一块呢 确实在整个科技这个领域当中去挑的话是最好的或者说最有预期的 因为我们能看到整个这个CPU里面所公布出来的几家公司的业绩 其实是超预期的啊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呃也是符合我们1月31号的这时间节点披露之后 然后呢资金开始去筛选啊 哪些公司是业绩还不错的 然后的去做一些低息 哪些公司业绩不行的 我就基本上不去关注 就是这一块的一个分化呢 在CPU这里的话是比较明显 第二个呢 在这个昨天的话 其实有一个这个消息 就是英伟达对于1.6T的这个光模块的这个出货量啊 从之前的100到150万 直接上调到了150到250的这样的一个消息 出来之后的话 对整个这个光模块有一些具备这个1.6T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生产线 产能的这个公司出现了明显的异动 所以今天能够涨上去的 其实还是在上一次我们炒光模块的这个异动当中 表现的是比较强的弹性比较好的 所以整体来讲的话 其实市场能够在整个光模块里面寻找的公司 并不多啊 大概也就是五六家公司来回的轮啊 要涨一起涨要跌可能也一起跌的一个现象 所以我个人反到这个以操作的角度来啊 就是像今天已经出现了大涨 那明天再去追的话 其实挺尴尬的 我觉得没必要去做这个 那我们再观察一个点就他如果他在这个位置调整 他是以什么形式的调整 如果他的调整是一个强势调整 那也就是说他不再出现中阴线啊 如果也就是打破了我们之前说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今天涨的明天跌 只要打破了这个现象的话 我们等到他均线回踩的时候去做这个低吸 我觉得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没有打破 比如说明天继续出现低开 那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你去做他就没有意义啊 所以我觉得可以通过这个短线看盘的角度去观察一下 另外的话从光模块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延伸 其实今天的话也有一些这个算力 或者说以这个替代类的一些这个算力的方向 像这个航5G包括这个华为的鸿蒙的一些这个方向 其实今天盘中也有异动 他们现在从这一轮的跌幅也是三四十个点的一个跌幅 所以我觉得我们也可以观察一下 就是如果说明天今天光模块涨了明天开始震荡 有没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个方面跟光模块相差不多的能器的一些这个板块去做轮动 那如果有这个轮动的这个现象呢 我觉得也能够解决这个我们刚刚说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今天涨明天跌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所以我现在一个观点就是虽然有一些消息在驱动 有资金在买 但是只要不解决今天涨明天跌这个现象之前 不要轻易下手 只要只有你确认解决了 然后你找一些这个人前期人气比较高的品种 做一些低息 这种方法是可以的 就类似于光伏 你看今天光伏涨的时候 其实也是跟业绩啊 或者跟前期的人气相关的品种 他拉的弹的会更高一点 那前期人气弱的呢 到现在其实他也不怎么涨 所以呢还是折股会大于板块的这个方向的选择 对就弹的力度强的还是前期强势的 对 是吧就是他没有换一批 对其实弱是行情 大家关注的股票就那么一点点 资金的话就那么多 那还在做股票的这些这个交易者的话 其实他的操作能力包括风险意识和止损能力 我觉得是比较强的 越是这种行情 其实大家的这个关注点或者集中度的这个股票 会更加集中 对 对因为你还是有一个避险的情绪在 即使你想要适当的去寻找机会 所以说到如果寻找机会 大家其实可以倒有看头 加上订阅徐希瑶的课程 因为徐希瑶除了课程还有锦囊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非常好的结合 上周就说到他的这个周收益一周有15% 那本周呢其实他的这个收益率 还是排在这个整个我们的收益率榜的前列的 应该也是在前三名当中的 所以大家呢可以一方面看课程 就了解一下当下市场的一个判断 包括他的投资思路投资策略 另外一方面进囊 可以看看还关注到的具体的品种是什么 那如果说课程的话 是不是在课程里面现在也给大家找的 就是你是找机会吗 现在还是说会告诉大家说什么时候可以做 什么时候不能做 我仓位比较重啊 我最近我其实是高仓位运行 为什么这种行情还要高仓位 你觉得因为首先第一点的话 就是我就属于就是在集中的一些品种当中 去寻找机会 因为我现在找股票 我在课程当中也讲了 绝对不找没有资金关注度的股票 一定是找有资金关注度 并且有过这个市场确认的一些人气股 然后呢我不会追得买 我会回采买 但我从仓位的角度 虽然我整体的仓位是高仓位 但是我一定是分仓座 我不会把仓位放到一个或者两个品种当中 我会分四到五个品种 然后呢几个方向 比如说中字头 我看好的这个方向里面 我会选一两个 这个我比较这个认可的 然后DC 然后科技这边 其实我也会去做一些DC 然后传媒这边 其实中字头的传媒 我在持商当中也有DC 但这个是在1月15号的时候 我DC的几个传媒这个方向的股票 当时用的就是我在课程当中的这个前期先易动 然后呢回踩到20均线 并且又符合这个七天的调整的这个DC的方法 然后DC完了之后的话 它缩量下来 然后后面再起来的时候 它那一波就比较猛 所以我更多的在这种行情当中 我其实是做了两个东西 第一个我不追涨 我是DC 第二个 如果不及我的预期的话 我是会争手俱力 去做这个间接止损的动作 像今天的话 我在紧张当中的话 其实我操作的话 就做了一个止损 因为不及我的预期 然后再去找一些其他的方向去做DC 我觉得落实行情 只要你 如果我们做高频的话 只要你做到大赚小肥 严格止盈止损的这个理念 它是风险点是能够可控的 但是呢 如果没有这个操作能力的 我觉得慎重去做 这个还是跟这个交易的 这个手法有关 好的 对 就是强势市场 有强势市场的操作的做法 对 弱势市场 或者说熊市 它也有熊市的做法 我相信也有很多投资者 会觉得说 即使现在是弱势市场 我也想去找机会 与其你自己在市场当中 找不到机会乱做 你不如其实跟着 就是跟你风格一致的人 至少也是一个参考 一个启发 甚至是一个陪伴 对吧 你至少了解 跟你一个风格的人 他现在在做什么 他怎么做 然后给你带来一些帮助 所以欢迎大家到 我看头加上 订阅学校的课程也行 锦囊也行 或者结合着也行 就是如果你在这个弱势市场 首先我们定义 这个市场是个弱势市场 你不要期望太高 你想做 你就可以去跟着一起学习 了解一下 那我们再来听听杨敏 给大家说一下中字头吧 刚才说到的是 就科技这个方向 中字头其实 大家关注度也很高 那补跌其实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那现在的这个调整 接下来是还看好吗 我觉得中字头的话 在未来一两个月 会有持续的反复 就是因为我们看到 现在市场主要就是 三类方向在动 要么就是科技 要么就是新能源 要么就是中字头 那么科技的话 它的就是它的好处是 催化比较多 但是它的缺点是在于 公布持仓相对比较多 所以它会有筹满的压力 一旦就是反弹幅度大了之后 就会有一定的一个抛压 然后呢新能源 新能源方向的话 它虽然说就是四季度 就是去年四季度公布 已经持仓的仓位降得比较低 但是它编辑催化不大 然后呢第三个就是中字头 中字头一方面 有政策催化 然后呢另外我们从增量来看 确确实实也是在最近 包括今天下午 也是有一些增量资金 我们从这个300和50的ETF 就能看出来 一方面这是这三类资金当中 唯一未来可能有持续的 这个增量方向 这是一方面 第二方面的话 就是我们从风格来讲的话 去年是一个 就是基本上全年吧 题材持续的这样一年 那么今年的话如果说有一个风格摇摆 那么大概率会摇摆到这个高股息的这个方向 那么就央企里面会有比较多 就是高股息的这些这些方向 所以可能也是更加能受到资金关注 然后第三点的话就是 从大类资产角度来讲的话 就是今年或者说到目前为止的话 我们通胀数据还没有看到完全的一个转暖 所以在未来一段时间的话 可能还是一个 前越来越值钱的这个过程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说能够持续创造现金额的这个企业 那么也是更加容易受到资金的这个关注 那么原来在市场好的时候 大家可能会对于盈利好的这些企业和行业 会给予更高的关注 那么在市场弱势的时候 大家可能对于一些能够创造现金流的公司 倒不一定说盈利要多高 那么这些公司可能对于 就是大家对于它的一个关注度 在弱势行情当中会更高 所以就是基于以上三点吧 我觉得可能对于央企加加上高股 就是高股息加央企加的这些方向 在未来一两个月的话 还会有这个持续的反复 好 稍后回来再来听听张耀文的观点 也来了解一下观众朋友们 今天在微信公众平台的投票结果 接着让我们来请出的是周宇 来听一下他的市场的分析 周宇 你好 好的 主持人 在上一周的市场是四连扬 大家似乎看到了见底反弹的希望 但是本周接下来这四天是连续四根阴线 很多投资其实一上来就已经打懵了 到底结前能不能见底 到底结前前后这个时间点 是不是真正的底部呢 来 老周今天给你分析一下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历史的走势 每一次其实历史的见底 都是有那么相似的地方 我们就以创业版为例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创业版我们来看到 这是有一个在左边这张图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个18年的10月19号 当时打到了1184点 而1184点打到了这个位置 下边是有横线的 这个横线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超跌的第一力度 从大盘来说 打到超跌第一力度 是一个见底非常强烈的一个信号 我们再来看一下 在上一次见到中线大底 22年的4月26号27号 这个时间点再次打到了 我们的超跌反弹的第一力度 那么这一次呢 我们再来看最右边这张图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创业版的走势 现在创业版走势呢 离我们的第一力度 也就仅仅差几十点的空间 目前第一力度就在1500左右 那么历史的大底 其实每一次都是惊人的相似 其实呢 我们可以看到 每年的2月份 从最近的20年的一个数据的统计 每年2月份 都是一个全年上涨概率最高的 达到75% 这是上涨最高的一个月 同时我们看到 距离春节还有五个交易日 而且春节之后 这10年来全部都是红盘上涨的 所以呢 结合我们今年的行情 今年从11月中旬开始 到12月份 到今年的1月份 连续两个半月的持续的一个下跌 所以可谓是冰点极致了 这种冰点的时间很明显 未来的反弹 我们认为将会更加的猛烈 那么猛烈 我们如果做超跌反弹 如果我们持有相应的股票 我们到底持有哪些行业和板块的方向呢 我们认为超跌主线之一是半导体 半导体呢 其实整体在目前的走势来说 已经开始蠢蠢欲动了 我们可以看到 在上一次 22年10月份 打到了这个超跌力度之后 整个的半导体概念 反弹超过43% 而这一次再次接近我们的超跌的力度 如何去看待未来市场 如何去选择超跌半导体行业当中的一些精品的 这些个股 我们已经给大家梳理好了 大家可以拿起你的手机 用微信扫一扫来扫描二维码 添加我们的小助理 从小助理那就可以获得我们超跌主线半导体低位潜力股的名单了 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半导体整个行业复苏周期是有望开启的 一方面是美光科技 美光科技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营收是高于市场的预期 这是不是意味着半导体整个行业开始进入复苏阶段了呢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百亿的私募大脑也开始发生 他们谈到不仅仅半导体这一次不仅仅是周期的复苏 而且有可能是新一轮趋势的开始 更有机构预计 2024年全球半导体行业的营收将会创造记录 而且未来十年市场的规模将有望翻翻 当然半导体周期的拐点如果从估值的水平来看 我们看左边这个点 左边是在19年当时市场的半导体的估值的底部 那么行业拐点来临之后呢 后来出现了大幅的抬升 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右边的这个估值的拐点 也是 而且呢半导体行业一般来说 四年左右它是一个近期的一个循环的周期 目前半导体行业的拐点已现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时候正好是超底半导体超跌反弹的时机 我们现在拿起我们的手机啊 用飞信扫一扫 可以扫码来加我们的小助理 就可以获得超跌主线半导体第一位潜力股的名单了 那名单都到底包含哪些信息呢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从我们暗力股 大家可以看到啊 比如说第一个品种 我们先看图啊 下边左边啊 这个在打到我们的第一力度之后 反弹超过163% 而且呢在第二波的时候 就打到我们的第一力度反弹达到了47% 那么也就是说 每一次相关的品种打到超跌力度 就是极致反弹的开始 它是同时它是设备的龙头 也是国家大地晶二期的产品 我们再看202啊 国内的半导体设备的龙头 那么自四季度起啊 北上资金也是涅势加仓超过700% 我们看一下它的图啊 每次打到第一力度 打到第一力度 它的反弹的空间都是超过50% 甚至接近翻倍啊 那么这一次又是打到了超跌的第一力度 还有案例三也是打到超跌第一力度 是我们国内储存领域的龙头 所以说呢 北上资金也是涅势第四次的一个加仓 所以呢 大家现在赶紧拿起你的微信 扫一扫来扫描二维码 通过小助理来获得超跌主线 半导体低位潜力股的名单 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给大家的 这次本集见 再做两个好看 就是这个快乐的 毕业务做的 其实是对 也是这样子的 有空气道 现在还能把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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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股市的边前会 已经正式在有看头家APP抖音直播间上线了 每一个交易日的五点钟 大家都可以来到抖音的有看头家APP直播间 和我们来互动 和我们来分享你的投资的故事 包括你当天的一个感受和情绪 有什么样的问题 也可以向我们现场的两位嘉宾 三位嘉宾更多的嘉宾去提出 跟他们来互动 相信会给你带来一些不同的一种体验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有看头家 APP抖音直播间 每一个交易日的五点钟等着你来 好 接着咱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资金面的数据情况 首先咱们来了解一下 北向资金今天的表现情况 北向资金已经是连续三个交易日 呈现出的是净流入 今天有27.26亿 我们来看一下分别的情况 互股通方面 从今天的这个市场的表现来讲 是流入了11.26亿 深股通方面 今天流入是16个亿 我们再来看一下两融一额的变化情况 这个两融一额的变化情况 我们看一下 这个数据我觉得很久没有出现 这么快速的下降了 非常陡峭 以前每天可能就是几十个亿 就不错了 但你看现在的这个两融数据 就是百亿 甚至超过一百亿 所以非常明显 就是一定有一些被动的 这种减仓的 或者说降杠杆的资金出来了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新股方面的表现情况 在新股方面 明天是没有申购的新股的 但是有两个上市的品种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在微信平台上 观众朋友们的投票结果 短期这个市场双创 能不能率先的展开反弹 选A的33% 选B的67% 不能的比例更高一些 仓位的情况 大家也可以到今日股市的微信公众平台去了解 减仓的比例34 还是居高不下 加仓只有17% 仓位不变的应该也是搁不动了 就是想就在里面等等 算了 如果你没有杠杆 等等也就算了 好 接着咱们来 今天张耀文跟我们来分析一下 因为除了中字头之外 上海本地股其实已经是 好像有一种全面走弱的感觉了 但是大家又觉得说 中字头和上海本地股是一起起来的方向 接下来你怎么判断 好的 就是上海本地股的 我的一个感受是一波流 为什么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中油科技 长江投资 海城 一连 长连 凤凰 三毛 雅士 他们的走势基本都是A杀 那么如果说这个行情稍微 但凡就是缓和一点的话 有些时候是后排 反推前排 什么意思 就是比如说 后面几个 长连 凤凰 三毛 雅士 他们是后排的 他们起稳了之后 当时的龙头 哪怕当天跌了10个点 他也能反升上去 就是后排推前排 那么现在这个状态呢 就是基本都是统一的这个A杀 说明整个市场这些情绪 应该来讲是非常低迷的 同时 就是这些最顶尖的资金 最激进的资金 没有给他们赚到钱的话 就是我上次做节目的时候 跟大家讲 就是要让市场上 那些勇敢的资金赚到钱 因为只有让这些 最勇敢的资金赚到钱了之后 我们散户 因为散户的手法 它是委托交易 但是机构 油资 他们那些是扫单的 他们是直接扫 那部分资金 其实是给你们推高的股价的 一个关键的一个资金 所以说 要让那些勇敢的资金 赚到钱之后 我们整个的市场会越来越好 这是一点 那么如果说 像上海这一波 都是A杀的话 那么里面的资金 今天输了 它明天就不敢做 或者说不愿意做的话 那么整个的上海本地的 这个板块 包括上海国企改革 这个就短时间 应该是看不到太多的一个机会 包括今天我看了 上海本地股的后排 它也没有去反推前排 也没有止跌的这个迹象 所以说上海本地股 这个大家应该尽量的去回避 同时刚才说到了这个高股息 其实是这样的 就是一个有效用的一个经济市场 包括我们的交易环境 高股息应该是不考虑的 只有说大家就没有钱赚的时候 或者说整个市场没有投机 投机环境 投资环境的时候 大家去做高股息了 那么中字投 包括高股息 我觉得未来应该还会有一段机会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去年42个券商金股组合的平均收益率是负的12.35 那么高股息和中字投应该是跑赢大势的 所以说而且在最近的这个二月金股当中 中字投和高股息出现的频率是非常高的 包括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就是有一个数据统计就是获得两家以上券商共同推荐的金股当中 中字投高股息它是扎堆的 那么大家也可以看看比如说某个公司中字投的某个公司 它有六家券商同时推荐 有些公司是三家同时推荐 那么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一个交叉点大家做一个参考 那么整个市场在当前的这个阶段 我觉得中字投包括国企改革应该来讲 央企改革还没有结束 那么大家好期可以做一个观察 但是整个市场在我来看来 应该还是应该多看扫动甚至不动 那么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方向 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方向 好 接着咱们来说说明天的操作 把亏钱效益略有减少 那市场情绪是不是会有所回升 大家明天是稍微可以加点仓 做个短线的交易 还是说等等看 需求什么建议 我觉得正常如果你去做交易的话 明天的话应该先观察两个东西 第一个的话就是我刚刚说的科技 因为今天的科技是指跌其稳反弹的第一天 那么如果说明天科技这边的话 开盘大概半个小时你就能看出来 这边的话这个资金还是继续往上推 比如说强势的这一块来了两根反弹的阳线 那我觉得这个情绪的修复还是非常不错的 第二个的话就是今天我们去看一下 还在调整的一些这个前期涨幅比较大的一些中字头 或者是一些这个国际改革这一个方向 那这个方向的话 如果明天这个下跌的股票 或者说这个调整的幅度的话开始减落 我觉得这也是情绪修复的一个现象 再者的话就是我觉得还是要参照一下 这个开盘的跌停板的加速 因为我觉得任何一个情绪的修复 它一定是伴随着跌停板加速的 这样的一个持续的减少的 那如果明天集合竞价开出来 跌停板的加速在10加以内 我觉得情绪的修复呢 是相对于今天会更好一点 那假如说科技这边的话 明天继续往下杀 那基本上又会回到一个状态 就是科技股继续调 然后呢中字头可能还会继续去向下去挑战这个低点 那么上阵指数有可能就是破前低的这样的走势 那就又是一个这个所谓的多杀多 所以只要不出现这种现象 其他的时候呢我觉得就是一个修复性的一些选股的 这个时候可能可以做 但只要出现我们说的这个现象的时候 一定要管住手不要轻易的动 我觉得是当下应该我们看盘的这个操作当中 我们得关注的一些这个节点 好的 嗯 好 两名呢 今天就看一个就是今天动的CPU方向 明天是不是开盘是有一条 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悲观者赢得当下 乐观者赢得未来 只要你不断在定义自己 你还很年轻 我想就让自己成为一个眼光所到之处 都有阳光的 这一杯敬未来 百分之五的增长速度 它是需要你踮起脚跟跳起来